中国首款机车机器人上市 无方向盘踏板 无形人类驾驶 对此美国媒体感叹道 美国感叹 日本彻底落后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没有方向盘 踏板 无形人类驾驶 拥有智能控制台等智能配置 这样的机车机器人你挨了吗 不久前 百度世界大会召开 本次大会全面展示了 百度人工智能在出行 生活产业 自主创新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应用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对外发布了智能汽车机器人 会上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首次提出了 汽车机器人的概念 汽车机器人颠覆了传统汽车设计理念 外观上 自动欧一门 全玻璃车顶与外部传感器融为一体 作为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百度汽车机器人没有前挡风玻璃 而是加入了变光玻璃 内饰方面汽车机器人车内不设方向盘 踏板 且拥有超大曲面平 智能控制台 变光玻璃 零重力座椅等智能化配置 据介绍 这款汽车机器人的全玻璃车顶与外部传感器融为一体 具备5级自动驾驶能力 语音 人链识别等多摩交互能力 同时具备自我学习和不断升级能力 在直播中 汽车机器人在特定区域内实现全程自动驾驶 应对5保护左转 必让行人和其他车辆等复杂场景 百度声称 这款车不仅无需人类驾驶 而且比人类驾驶更安全 李彦宏介绍称 百度汽车机器人能够通过三种能力服务于人 首先具备L5级自动驾驶能力 不仅无需人类驾驶 而且比人类驾驶更安全 其次具备语音 人链识别等多摩交互能力 分析用户潜在需求 主动提供服务 此外汽车机器人还具备自我学习和不断升级能力 是服务各种场景的智慧题 参考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分级 L5级别的自动驾驶将让汽车行驶自动化达到巅峰 它主要是在S级别自动驾驶的基础上针对所有路况进行适应性优化 此时的汽车将不再需要人类对其进行任何驾驶相关的操作 甚至可以让驾驶座这一名词成为历史 由此可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是5级别自动驾驶的关键指标 百度也在发布时强调 汽车机器人不设方向盘 踏板 五行人类驾驶 李彦宏进一步阐释 汽车机器人他有非常多独特的服务 比如他可以听懂人话 可以帮你安排机票出行等 还是一个忠诚的陪伴助理 李彦宏表示 汽车机器人跟大家想象中的汽车是不一样的 其实他会更像一个机器人 这将来也会是其车进化的方向 此外在会上 百度还宣布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百度昆仑AI芯片 昆仑星2实现量产 据介绍 昆仑星2采用7纳米制程 搭载自研的第二代SPE架构 相比一代性能提升2比3倍 试用云 端 边等多场景 未来将在自动驾驶 智能交通 智能助手等多个场景大显身手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昆仑星AI芯片主了拥有自研架构极多项自主设计 一与飞腾等多款国产通用处理器 麒麟等多款国产 操作系统以及百度自研的飞匠深度 学习框架完成了端到端的适配 拥有软银一体的全战国产AI能力 此前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李彦宏曾透露未来两到三年内外界可以体验到一款更像机器人的汽车 这意味着这款车实现量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此美国媒体表示 在汽车机器人领域 日本已经涉底落后了 其实早在2019年百度就已启动相关技术布局 在其2019年5月公开的一项无人车控制方法 装置设备及计算机可读介质专利申请中 明确提出了该技术背景是对于无人驾驶车辆 特别是公共交通车辆 车辆在实际运营场景下并没有方向盘与油门 刹车踏板 因此在无人车出现被障碍物阻塞或者其他故障时 需要提供给操作员一个快捷的操作方式 以便进行临时挪车 以保障无人车的连续顺畅运营 该专利由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申请 并在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同时申请 由此可见百度对该项技术的重视程度 业界有人认为汽车是一个大个的手机 也有人认为车是一台电脑加四个轮子 在李彦宏看来 智能汽车未来更像智能机器人 或者反过来说 未来机器人的主流方向更像一台智能汽车 类似的 此前季度汽车CEO下一平层对第一财经透露 第一款接近量产的车型将于明年车展亮相 他看起来很可能像一个智能机器人 面向自动驾驶 百度的路径是造车公司极度汽车和百度平台两条腿走路 百度集团自身副总裁 智能驾驶事业群总经理李振宇对记者打了个比方 与极度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像为软机有开放的系统 也有自己打造的电脑系统 面对不同受众 不同市场的多元化的产品 不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无人车难以落地的因素之一在于成本 过去无人车在研发测试阶段 往往靠推料的方式改装出来 一辆车成本高达上百万 但这种不惜成本的用料 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商业化 当驶入下半场 要考虑量产 供货 成本 耐用性等各类问题 以便加速实现驶入落地商用 一个例子是 百度的前三代车都是由自己改装 大约不到三四百小时 可能就会出现一次硬件失效 直到第四代车开始有了较大提升 能达到两千小时以上 伴随着量产和硬件可靠性的提升 可靠运营的时长不断被拉长 围绕无人车运营方面 如今百度还推出无人车出行服务平台 罗伯快跑 在Apao过去两年的运营实践基础上 向大众提供商业运营和多元化增值服务 据统计 截至2021年上半年 百度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已累计接待乘客超过40万人次 测试里程超过1400万公里 自动驾驶专利数量超过2900件 在北京 广州 长沙 苍州四正开放载人服务 智能驾驶载道已经涌入越来越多玩家 除了造车新势力 华为 小米 大江等杀入 百度正面临更强劲的竞争 与此同时 伴随着罗伯出租车的落地逐渐深入 包括滴滴 小马之行 文远之行等各家 都在围绕如何降低成本实现量产 以及规模化运营方面进行布局 在华兴性经济基金资深董事总经理注意看来 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进入群雄并起的占博时代 电动化确实显著降低了造车门槛 这是科技巨头跨介造车的前提条件 它们可能会颠覆大家对一辆好车的定义 操控 动力等传统指标的权重可能会下降 智能化配置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尤其是当高级别自动驾驶实现后 驾驶者在车内的时间价值将被释放 届时可能会有很多我们现在想不到的需求被释放出来 而这些科技巨头是分散于挖掘这里面的消费潜力 面对行业变革的浪潮 人们往往容易低估短期的风险 也容易低估长期的颠覆性 一切技术实现商业化落地的前提是保证安全 今日未来汽车在中国发生的致命事故 和特斯拉被美国交通监管部门调查 暴露了辅助驾驶在实际行驶中的安全问题 也令自动驾驶的实现路径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其实萝卜出租吃一切商业化的前提 是安全的真正无人化的能力 但目前从大部分国内自动驾驶系统发布的硬件上看还存在差距 在盲区感知 毫米波雷达性能 摄像头性能 算力能力等多个领域仍不具备全无人的技术能力 此外 在技术层面 自动驾驶产业化还需面临大量数据测验 在政策监管方面 自动驾驶立法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此外还需应对数据采集 智能汽车驾驶安全等问题 而也借计划量产的共享无人车 还需要在获得相关牌照后展开式运营 每个新的技术准是这样 起初听起来不可思议甚至无法说服自己 但如果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去看待 也许没过多久 他们会来到你身边 悄然改变着你的生活 但这肯定是以安全为大前提 不是说取消方向盘和刹车踏板的方案 过于天马行空 而是现在的自动驾驶技术 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input